好 另外再来看这个故事了 法医杨日松现在83岁高龄了 他有四分之三的岁月都奉献给法医工作 解剖超过三万具尸体 而陪伴他的是断枝残壁 工作室里一颗被保存下来的头颅 还不时长出新毛发 杨日松还会来帮他呱呱胡子 而他看过太多了也遇过太多 对杨日松来说鬼神古怪不可怕 追求真相是他的使命 也是唯一要做的事 把他拉起来 把他拉起来 河部打了两三下 那把三下的 一部 去河部 跟人家 跟人家认为两三下 跟人家破裂 出血 出血痛苦的时候 再来 河龙这边到 出一尺的 重大刑案 尤其是命案 关键人物杨日松一定会出现 因为他是台湾首屈一指的法医 更是家属口中能替死者身冤的青田 有困难的杂都挠了 不出血挠了 身上有没有伤 现在还有伤 还有几个伤年 最致命的地方在哪里 挠 挠不血 那是不是可以正直是被外人 打死的 是打死的 不是跌倒的 军方说意外死亡 家属请求杨日松相验 结果大逆转 确定海军士兵谢坤仓是他杀 让当时许多将领下台 他不看身份背景 只看是非真相 话不多 但是他非常地 这个专业 非常地敬业 非常地出所的 一位华裔 民国16年出生的杨日松 是苗栗公管厢客家人 排行老五 父亲是小学校长 日治时期 杨家悬挂的红农堂匾额 遭到拆除 他的父亲愤而辞去校长 这份耿直与尊严 更遗传到他的身上 初中毕业 他前往日本深造 台湾光复后 进入台大附设医院专修科 选择当一个辛苦的法医 要为人伸张正义 而为了找出命案关键 他甚至用手沾湿水 放到口中尝一尝 为什么他要尝试呢 就是看看有没有毒品 是不是被毒死的 只要说毒死的话呢 因为毒品有它的 不同的味道 就是这个存在 所以他就有时候呢 就这么样产生 可能这个原因就是 那个时候的化验的技术 可能没有像现在这么发达 可能这个不好事 又时间这个脱酒 那就用直接的用舌头 来这个尝试 杨日松不仅追查是非曲直 他也尊重往生者 他在一般在验尸之前 必须都都会行个礼 然后不戴口罩 那么我都问很多的这些 这些法医 说怎么错 为什么不戴口罩 因为他们的回答就是说 因为往生者的一个尊敬 所以戴口罩的话 就不礼貌认为 这个是这个脏的东西 这样子的话不礼貌 所以就戴这个 不戴口罩 可是那味道不是很 对啊 那个很难受啊 那个很难受 尤其是 这个超过一个星期的腐烂的 或者是开关验尸的 不戴口罩 手套 但是长期接触尸体 尤其在民国66年 江子岁命案时 杨日松染上了尸毒 皮肤起氧无比 就像养进骨子里 让他不得不住进台大医院 发痒 那么再怎么看呢 看医生呢 都看不好 后来就是被断 诊断呢 是染到这个失毒 所以就是从死疗方面 来这个搜索 消息传开了 全国各地都进来草药偏发 杨日松几乎都尝试过了 还是好不了 最后发现洗米水最有效 几乎无法治愈的失毒 竟然也慢慢痊愈 有人说 这是杨日松 众英德 获得阳报 而他数字申请退休 都被未留 直到70岁高龄 才从法医职务退下来 依旧被聘为顾问 到现在 每个礼拜 他还是会到刑事局法医室 传承经验 每到7月 一定也带着法医同仁 中原普渡上乡击败亡魂 走进杨日松法医生涯中 最常待的刑事局法医室 他过去总是赶遍命案现场 再回到这里写验尸报告 尸体残肢就在身边陪伴着他 这个是在行店里面找到的 这个是当地里面找到的 但是啊 你们 这个在那个 芒嘎里面 如果 大汉侯里面找到的 那么这个人 是不是同样一个人 你不要决定 要决定 是不是一样的 那我证明是一样的人 一样的人 那是怎么样杀的 那是这样杀的 那这是全部死后杀的 杰博士的这个头颅 是明国四零年代 台湾第一件粉尸案 新店驱使案的死者孙伯英 凶手早已枪决 但是头颅却 却因为台湾没有亲属领回 在这里相伴杨日松几十年的岁月 其道的是 头颅还会不断长出毛发 杨日松偶尔还会替他呱呱胡子 六十三年的法医生涯 杨日松面对自己崇高的生育 依旧是低调简单过日子 他膝下有三个儿子 两个女儿 只有次子杨文青学医 是眼科医师 和他一辈子的工作最相近 杨日松八十三岁高龄 四分之三的岁月 统统奉献给法医工作 他参与过三万多件遗体的解剖 过过无数重大刑案 这总是谦称 自己只是个尽职的法医 他谦和却处处展现专业与正义 让科学电视替死者说话 让真相没有被掩埋 让冤屈总能获得昭雪 感谢观看